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其实来说的话 我觉得RMG因为这个月的训练状况 我不是太清楚详情 但在季后赛的那个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RMG比较出现一个上冲不稳 下路其实也没有很稳的局面 所以为什么在下期赛的尾段的时候 RMG的表现比较不如人意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没错我认为就是RMG在后半段的表现来讲 他们自己的团队这种节奏并没有打出来 一直是跟着对手的节奏带走 然后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对盘打TSM的话 他们前期马拉香锅跟这个小虎车联动 包括MASA他们三个年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小虎能不能打出就五月季中赛的时候 那种神采飞扬的那个在场上 那样子的一个打法是很关键 因为今天要来面对的TSM的中单 可以说是如果我们以普遍的历史表现跟评价来说 Faker如果是第一的话 其实比尔森在整个英雄联盟圈里面 称第二人其实也是有人会这么认为的 因为他确实是也是属于强无敌的那种 三届MVP 三届MVP 他基本没有弱点 就是你没有看过比尔森崩溃 就是你没有看过他打得很烂 或者是崩溃 或者是整场爆炸 就是这种事情基本就没有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过 而且全能各种类型都擅长 然后表现一直很稳定 但回到这个数据面吧 两边的战队的数据在联赛的平均值来看的话呢 TSM仅仅在团队KDA上面对RNG有一个领先 其他的包括说场军游戏的时长 包括在这个每分钟的经济跟伤害上面都是由RNG来领先 因为这个赛季TSM是打得相当的出色的 所以他们的战绩平均值 包括游戏时长都是结束的比较早 但是RNG来说 我觉得由于夏季赛决赛的一个落败吧 可能给了他们更多反思的时间 所以这一个多月来 我觉得他们调整会相当的多 但面对这样一个强敌肯定是不能放松的 因为EDC的这个分组来说 即使他们第一场输掉了 在之后如果能够调整状态 他们出现可能是机制还比较大的 但是RNG这个组是每一场都是必须争夺的 就是实力都非常接近 而且压力也非常大的比赛 那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这边也准备了比尔森 TSM中单的一个短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 你能够感到较高兴 好那么这是比尔森说的 他感觉自己是背负了所有的 应该说西方观众 西方粉丝的期望 背负于一身 所以压力确实是有一点大 但是呢 他们还是会努力去达成大家的期望 其实也是应该说 TSM现在被誉为历年最强的北美队 其实是有他的理由的 因为整个来说的话 团队没有什么弱点 上单也许跟其他四个明星比起来 上单也许都还算是最弱的那个 但是他也是没有差到哪里去 然后包括打野是来自欧洲的 去年欧洲最强的一个打野 也进口到了北美了 然后包括中单 强无敌 然后下路大师兄 再搭配他挖掘出来 选飞选出来的Biofrost 我觉得TSM确实 今年是没有什么死角刻 也没有 他们好像是中野两个是单卖外援 对 据说是这样的 是他们是中野外援 对所以说中野的沟通 应该会是相当好 而且之前比尔森可能 自身的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输出责任对他自己身上 但是引进了DoubleF之后 这个赛季DoubleF的发挥 是相当出色 感觉是老选手 焕发了第二春的感觉 那今天跟小狗的对决 其实也是相当值得期待 所以我认为就是 他们现在TSM的中单跟下路 是可以形成一个互补的 如果说哪一条路 有发挥上面的失误的话 另外一条路就可以扛起 这个输出上面的一个职责 而不会全线哑火对吧 没错 而且像比尔森的话 就算他在线上 可能站到烈士了 那他的发力是绝对不会落下的 所以我也是比较期待 有一个我们现在LPO里面 还没有打出我们之前 这种风格的战术能打出来 就是这种支援型的中单英雄 配上这种强有力的节奏 就直接可能20分钟 25分钟就吹库拉小 把对手带走的这种风格 能打出来 其实我是觉得说 老实说呢 改成这个 接近世界赛的时候 改成这个版本 对线的版本 对于RNG这种队伍来说 是实际上是有利的 只是说RNG我觉得 风格在夏季迷路的时候 迷路的有点久 就是在夏季一直到决赛没有回来 那现在如果有找回来那条路的话 老实说 这种鼓励前期对线 跟小冲突 小碰撞 二打二 三打三 然后小会战 去逼对方失误 逼出压力这种大法 是很RNG的一个风格 只是说 他们在先前的比赛里面 有点状态不在 那现在如果他找回来的话 我不觉得改版会影响到他们 相反的我认为 这次的版本是非常适合他们 我觉得他们的风格来说 其实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三路都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如果说对到某一路 有短板或者缺陷的队伍的话 是很容易是撕开一个口子 然后从内路打到底 每路都能站出来carry 但是面对对方像TSM这种 其实每路个人实力都比较平均 甚至有两路是能够跟你们抗衡的 这样的队伍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我认为的话可能来讲 这一盘主要针对TSM的中 或者是下 把他们这种强势压制的点 能够有所地去击溃到 对手的这种士气 能再去带节奏 我认为可能是比较好赢的一个点 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对 但是就是这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对方中下两路 是最强的明星 那究竟要在场上 怎么样来赢得这张比赛 我们就要在赛场上见真章了 一样让我们来欢迎解说席 今天我们带来这场比赛精彩解说 好的 谢谢长毛 那我们马上进入到 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今天是小组赛的第一天 我们2016的全球总决赛 那当然这把比赛 当然对于LPO来说 也是更为关键的 因为1DG今天先吃力了一分以后 就能不能让第一天 LPO作用一分的一个进账 尤其在第一组这种 混乱的局势里面 我觉得这把比赛 其实太关键了 对 并且这一盘来说的话 RNG和TSM这两个对我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而且毕竟他们的这个小组是死亡之组 所以说这个开头炮谁能打响 真的是非常关 非常重要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大家应该如果在今天有看那个开幕式的话 现场我们在的地方是我们的 是在我们的洛杉矶 在San Francisco 这是TSM的主场 就刚刚我跟小凉在现场 一直听到现场传来 这个TSM的欢呼声 然后刚刚的这个欧美评论席的三位嘉宾 也是全部投给了TSM拿下这把比赛 但在我们心目中 就我们知道的RNG 我觉得Royal Never Get Up 就这把比赛 就如果 我觉得RNG就是一个队伍 就是他很吃状态 对 这把只要RNG能拿下来 我觉得第一组出现绝对不是难事 是的 所以说这盘如果RNG拿下的话 他接下来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往上升的 对 尤其这种对线版本来说 虽然他们有Beerson 有Double Lift 但我们同样有小虎 以及这个UCI 对 就是这样的两个ADC 我觉得在C位的对决上面来说 就是RNG一点都不亏 甚至有一点小小的优势 对 就是我觉得找回状态 找回自己比较擅长的打法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刚刚其实我觉得 Basovia填掉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 可能在这种时候里面 就是其实小组赛 每年的小组赛 大家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最大的一开始是 大家都在摸索东西 我们今天看到多少新东西 克列 杰斯 然后这个辛德拉 这种变得优先级最高的英雄 而且今天龙王还频繁地看不到 对 但是这种新东西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是 在第一的时候 大家谁能抓得最快 有些时候的确是很难说 但是重要的是调整形态 所以说BP是这盘最重要的一点 对 从今天的一个总结来看的话 这最后一盘嘛 我觉得RNG拿一些那种 不要太需要发育的 今天拿到很多需要发育的队伍 这种结局都不是很理想 打前期 对 打前中期 对 就毕竟这种小组赛 B1里面来说 你先拿到前期的优势 心态上的领先 就很容易 我就像CLG跟这个G2第一把 蔡贤大家都觉得G2会赢 包含了这个美国解说 都自己投了 就是我觉得今天G2要赢 就你看CLG拿到领先以后 就开始慢慢地蚕食侵吞 然后就把比赛给拿下来了 是的 所以说前期的优势非常的重要 对 尽量避免一些 我觉得就太需要发育的英雄 没错 那马上来看一下TSN的蓝色方的 一个英雄封锁吧 比尔森是自己把辛德拉给封锁 代表他们没有想要一选这个英雄 龙王出来了 对 龙王给open出来了 那龙王其实有一个 比较大的counter英雄是马尔扎哈 因为Q性能够准的话 这个龙王最怕的就是控制跟沉默 就这两种东西 对龙王的一个W 是容易让他去做一个 没办法做输出的一个局面 是的 那还有一些好像我知道是 卡莎丁对于龙王来说 也是可以对抗的英雄 好 来看一下一选 这边要直接帮 Spence Curran拿螳螂了 我觉得这会不会有点 太跳了一点 螳螂作为一选英雄 这有什么特别的战术体系吗 这样的话 他毕竟看到RNG 办了三手打野嘛 就TSM这边打野有点慌了 就可能觉得 针对我英雄池 那我可能会先抢一个 现在这个版本来说 九总的确上不了场 那奥拉夫算是比较 对蜘蛛上面的一种先手counter 这边是已经抢了一个纳美 那是Biofrost的一个拿手英雄 就必须让大家科普一下 就刚刚为什么 就是毛哥会说这是选飞的结果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去年的一个TSM辅助离开 然后在春季赛 是有黄鑫的一个加入 但当时TSM是春季赛的战绩很差 然后一直到夏季赛 这个Biofrost加入以后 然后跟Doublelift完美搭配 然后这Doublelift也从春季的这个Double Feet 就是说双倍送的这个变成了这个 我们所周知的北美现在的Penta Leaf 就是全世界最多的武杀ADC 是 所以说辅助对于ADC真的是左膀右叶 那小伞应该是 就是自己心里面现在就是感同身受 那Biofrost在北美有一个小称号 也提供给各位 就是我们LPO战区的观众 就是Bio Guard 就是一个辅助能被称作Guard 我们听过Faker Guard 我们听过就是上路强无敌 但一个辅助能被称作Guard 我在Mail line以后还没有听过太多 对 想到了Mail line 对 RNG这边的两手选得很强势 盲森和蓝博都是今天吃手可热的英雄 对 感觉就是跟小兰说的一样 就是今天RNG就把LPO精神给展现出来 前面就开队 小狗这边亮了手 Lucy Ann很狂 就我所有都是怼你的英雄 是的 对 那SVRX个人是拿到上一把 就是也是小妍刚刚有提过的 三星的这个打野 Ambition有用过的一个蝎子 嗯 对 那当然面对蝎子 我觉得RNG是就是有经验的嘛 毕竟就是常常也是有戴LPO用过蝎子的 是的 对 这个英雄来说的话 处理他来说就有点像Mail长号了 要拉打他 是的 就是最怕蝎子最怕的就是风筝 而且这样补上来的就是一个双妈 就是立刻就是应对你的一个BP 去做一些反应 那双妈现在来说卡尔买的中路约线级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我刚忽略的讲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在中路还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 轮子妈虽然被削了一些大招的一个配合W的一个伤害 但整体来说它的一个功能性 还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削落 并且这个双妈拿出来之后 这个蝎子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不可能拿到人 对 而且你的一个ADC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偏拉 就偏远程Poke的一个英雄 而不是那种突连打爆发的一个英雄 就这种 这种以跑速做拉打的这种阵容来说 其实比较怕的是这种女警 这种手藏的阵容 或者是金克斯这种阵容 就是她的射程太远让你拉不开 这边TSM的话是最后中路选了一个蛇女 这个蛇女来说的话 确实她不太敢用龙王或者马尔扎哈 毕竟RNG这边的中路还是有辩证的 对 就中路这边如果就不小心掏了一个马尔扎哈 或者是卡莎丁那样的英雄 就的确 而且我觉得龙王其实也 这个英雄比较怪 就是其实我也跟了一些选手聊 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些选手 就可能中路龙王他们就练不起来 这个英雄就跟球女有点像 就跟发条有点像 就是这个英雄的操作跟一般的ADP是不一样的 就想练 哇 刚刚说到龙王小虎直接拿到 对 小虎拿了一个龙王 那当然在季后赛的这个版本 6.15全球把龙王因为bug的关系 所以做了一个封锁 对 那当然就拳头也欠了KT的fly 一个就世界冠军嘛 因为当时就是号称世界最强龙王 那小虎的龙王我们是比较少见的 对 因为在世纪冠冠军赛的时候 是Hookie拿的龙王 但小虎大多是拿像沙皇这样的一个英雄 是 所以说小虎在这几个多月没闲着 龙王这种英雄他的作战方式很奇怪 所以说需要很多的练习才能去把握到他 对 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开你的W 因为现在W来说 其实也是之前的几个版本有削弱过 就是他的这个冷却 你能再次地展开心体的这个时间 其实是比较长的 以及他的伤害有一座一些削弱 但他现在强的地方还是一样 就是在6.15版本一样 就是起冰块 然后对上他的手的一个输出范围其实很远 后期的团战的输出又是这种持续型的一个高能力的一个输出 对 我觉得的话RNG这边更开重的是可能龙王前面的支援 因为这边瞎子配合龙王在边路支援这个能力很恐怖 但我觉得这把可能要小心一点的是对方的这个蛇女跟就蝎子的一个组合 对于中路的一个杀将能力 就龙王也是本身不带位移的一个英雄 就变成是视野上面的一个保持 对于小五这把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当然两边 我们看得出来就是RNG在夏季的季后赛的失利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面的一个苦练 就大家也在中方RNG的一个微博 以及我们的各个媒体里面看到了 就是这段时间里面RNG的一个备战 已经为我们看到了全新的一些阵容了 不过反过来TSM这边阵容选的也是蛮不错的 就他想了一首纳美最后又补了一首上单凯南 纳美加凯南这种进场 其实来说的话也是蛮难去搞的 对 我觉得这个凯南的重点就是在于说刚刚小奶奶说 就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两边的一个BP互相攻防 对 你先选了一个蝎子我要补一个拉打 不让你开我 那我这边有两种想法 一种是我要转阵 一种是我要再加强我的开团属性 就变成一个HARD ENGAGE的一个阵型 那现在最后这个凯南选出来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但凯南我真要说这个英雄其实 我觉得有点像兰博吧 就是他一波大招的那个太关键了 如果他进场的失败 他有可能会带队友直接送掉的 比兰博的爆发点更为的明显 对 我们来看一下一级 一级的一个团队来说 感觉RNG是想要直接过去抓一下机会 但是W的很快很有意识的就离开了这个三角草丛 并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 两边都想要赚一下这个钱 是的 想在一级没出屏之间下搞点事情 对 就踩一个这个蝎子的一个水晶塔 赚一点钱 TSN赚上面 那RNG就赚下面吧 对 小五选择了这个也是比较中国风的一个龙王 是的 对 这跟咱们LPO的出身战袍感觉很像 红色嘛 红色黄色 战袍加一 这个Q很准 而且两顿差点都打到了 不错的一个开局 对 至少赚了钱 嗯 但可惜的是对上的一个辅助是比较消耗 这也是纳美为什么 就是可能在最近的比赛里面会慢慢的抬起头的一个原因 是 就包含了这个6.18版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削落 就是绿宫之庄的一个这个斩杀小兵的一个钱 从20块变成只剩15块钱 而治疗也是会就回血更少了 不是钱是治疗量 我刚刚说错了 不好意思小展纠正了我 下入这个数据 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今天的一个对战焦点了 UZI跟Doublelift的一个数据比 刚好暂停 来看一下小狗的这个 反正我错略了看了一下 就是这个表告诉我们就是 这两个ADC 这两个ADC都是给自己的赛区有代表性的 对就是连赛至少都是前三的一个ADC了 是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疑问 就是数据上面客观的为我们讲的这件事情 那也跟大家再做一下资讯就是说 北美那边的一个我们刚刚选手的选手第一视角 这以前LPL也做过 就是在focus今天的下入的ADC的一个对线 如果是比较AD玩家特别想看的话 也可以去找一下这个流来做一些观看 这样的话就很像看直播了 对 然后他也有这个就是可能会请一些 就假设如果今天少散是北美选手 可能就去做那个流 就是做ADC的一个专业讲解了 对就是特别的去讲就是这个 这么细节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也是第一次的一个欧美拳动的一个尝试 这个尝试的话可能是想让更多想学习 针对性学习的学习的一些晋级玩家 对 去更有看头了 像我这种青铜玩家看的就是气氛 看的就是大喊DF或是RNG 就看爽 但有些玩家可能就是王者分断的 他要看的就是这种选手的细微操作 对这种细节可能就是很容易学到 就是这种个人的一些 为什么直播那么火吗 就是因为你直播的时候自己的很 所有细节都能看得到 对而且还要去做分享 这也是国内视频火的一个原因嘛 对不对就是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就是单纯看 而且解说可能也不一定能讲得这么细 但是 解说不可能把每一个位置的点都能讲得 都玩得这么好 没有时间对 就算你给我一天48小时我也做不到 有些时候也是有天分的一些原因是在里面的 是的 好那当然今天现在进入了一个暂停 这把比赛RNG队上TSM 一开始的火药味其实是蛮浓的 从BP上真的是把自己很多想法都选出来了 根本就是没有隐藏什么 对你可以在今天的第一天才光进入到第六场比赛 我们看到了多少自己英雄 那就是说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拳头 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努力 我还是得安利一波 就是这个努力其实以各国的一个解说来说 目前还包含我听到的在队的反馈 其实都是不错的 就是比去年好的很多 而且也让了这个世界大赛有更多的可看性 也让选手更加的要吃力了 因为很多英雄都需要练 对就是你可能今天练一时明天就得练一时 这个时间给的虽然就一个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不短也不长 就也考验了选手的一个练英雄的一个速度 所以说就是如果一些练英雄慢的玩家 就是职业选手的话可能就很头疼了 对但我觉得这也没办法 因为英雄联盟已经进入第六年的一个世界赛了 对 你在职业化的过程里面 其实天赋以及天分的要求一定是越来越加重的 确实就是练英雄快和慢 其实和天赋有直接的关系 绝对有 对就有些就我们刚刚提到龙王这种英雄 就是有些选手玩起来就是觉得非常的奇怪 一回来莫莎直接给一个增强Q 打在了是Biofrost的身上 是的 打完以后直接打到这个暗暂停了 对 这下路这两个组合 一个是双妈 一个是今天我们第三次见到的EZ加纳美 这两个组合在下路对线的情况下 都是非常强势的 就当然不让 对 就是现在这个版本来说 前排的辅助感觉 就除非塔姆是战术体系 是一种宝牌体系 然后宝石算一个 对 宝石在我们今天还没见到 宝石照理来说应该要出 但宝石可能就要被迫的 你有前排 就宝石比较特别的是 他的一技能 如果自己队伍没有前排 宝石不是每一波都可以一一闪上去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辅助很脆 确实 对 而且你又看到今天在上路的选择里面 有杰斯这种英雄骑的时候 其实你的上路 你前排会比较少 我们发现 就你刚刚记得刚提到上路的话 上路这今天来说的话都是输出形上的 对 纳尔也是 对 就是我们看不到大树了 也看不太到就是可能像石头人这样的一个英雄 对 但是其实是有选择有练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一开始大家在抓一些优先级高的一些英雄 像是今天我们前几把有蜘蛛的一个优先级 那就是之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坦型的一个英雄来说 就是比较需要去候选 因为如果你选了一个纯肉的一个商单 你遇到这种有带伤害的一个商单来说 你的线很难打 所以这个重点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不能换线 对 以前我大树打到你克裂 大树哪怕打到他以前很难打什么 剑击这种英雄 但我换个线我能发育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长手的消耗性辅助又站出来了 对 就是因为他长手的消耗性辅助对线来说 真的是让ADC太舒服了 而且很容易打出优势来 然后长手其实以前为什么不能选这种 比如说可能就是凯南选的比较少 就是原因就是我选了 我要的是线上打爆你 但你换了 对 那我就压制不了你了 对 然后你换到线以后就是反而就很难打了 对 那现在其实法商型上单其实比较多 而且也跟这英雄上面其实削落有一些关系吧 就是像圣这种英雄也被削落了 对 就是 包括艾克纳尔都削了一遍 对 但感觉艾克的削落应该是比较低的 还可以吧 对 艾克这个英雄 他装备起来的伤害怎么都很高 对 但艾克你之前就是之前版本就有纳尔做Counter了 现在还多了一只克烈更难受 越发难受 真的还想再看一见克烈 克烈这个英雄真的开发性太强了 对 而且这种我们最喜欢作为解雄最喜欢有这种戏剧性的英雄 每一波进来都是一个高层 就是可能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觉得这个英雄戏剧性 但是开发完成之后 大家都知道怎么更能有效地发挥出他的一个打法来说 他就很恐怖了 对 因为我在排位的情况下 经常遇到这种克烈就是打好的话 给人感觉窒息的感觉 就像那种梦魇 对 真的就像梦魇这个英雄 就一开大 哇 要出师 对 其实 感觉梦魇感觉也是有一点可能的吧 在这个版本 就这个版本我觉得真的 有可能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蝎子 那这个蝎子这个英雄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刚刚除了风筝以外 就是他其实前面六级前他还是有点太次大招 就需要刷 就像那种之前的什么泰坦打野 这种没有大招的情况下可能没有那么的强 对 然后有他当然以前最强的时候 是蝎子那时候是最古老 大概两个版本之前 两个赛季之前是蝎子大招 你只要闪现都还要被拉回来 对 之前蝎子最强的时候就是 比如我要拉你EZ 然后我放出那个技能之后 你EZ都移出去了 但还是被拉回来 太恐怖了 那种情况 他会有一个大招的一个就是独白 就是可能是感受我的这个蝎子穿刺 蝎尾 所以我只要一讲的话 你就已经要被打回来 但是现在是有机会交掉的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说 你蝎子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后期面对这种未移性的ADC 可能效果也没有那么的优 没有那么好 对 就是现在蝎子为什么回归赛场之后 他是有一个小机晕 小机晕蛮不错的 他在团战里面就是有点像是 就真要说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这个乌蒂 就是他 这不是我的特色吗 对 就是先生我在一个团战里面可以晕五个人 然后蝎子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一到我也可以一次晕五个人 对不对 就是也可以慢慢地把五个人打晕 你说到乌蒂尔的话 这个英雄其实也蛮不错的 就是我知道有个人专门玩乌蒂尔 然后他出那种全输出装 单挑无敌的那种英雄 他全输出装之后 他20分钟配合一个或者两个队友的时候 他能打大龙 他能打大龙 打大龙速度太快了 因为本身带回复性的一个英雄 但是比赛里面就是他没有位移 还是太伤 这个比赛在野区穿梭的能力很重要 这也是蝎子其实有点变相是一个缺点 那拳头的一个对蝎子的做法是很特别的 是给他一个这个水晶塔 如果你的野区里面占有这些水晶塔 你的移动速度利用跑速去做一个加成 这也是蝎子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 有点像Lakeside的那个地道 就在自己野区整点那个东西的话 刷野速度非常快 那当然这一把 我觉得下路线一开始的一个局势 我觉得可能比较难打一个结果 因为两边刚刚小展都说了 都是比较强的一些组合 就是一边是EZ加上娜美 一边是双妈 那这个组合很难打的结果 可能就要看中野谁能先跑 我觉得中野前面谁能把握到 中路附近的视野是非常关键的 就龙王这种英雄 小虎拿到龙王了 如果视野压制住了对方的中路 那这样的话上下路就只能在塔下玩 而且很有可能在塔下就死掉了 我觉得虽然杀EZ比较难 但我们可以尝试就是龙王拿到优势以后 往下路去抓 不是 现在就下路最为头疼的是 你自己在下路打好好的 自己家的中路灭湿了之后 来的人不是打野一个 不是中路一个 是两个 包括下单的GP五个 还有一个TP在做一个牵制 对 就是这个局面我觉得是 我觉得待会儿比较回来以后 我们比较去关注 就是中野这边的一个节奏带领 所以说 鞋子我觉得前面的节奏能力 还是比较差 就是他只能避免和虾子碰面 然后多刷一下嘛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今天的这个RNG的一个BP 感觉是有所针对 而且应该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后勤的一个情报收集应该也做得不错 就是你看到Svenix個人的选择 在这三只英雄都被奔掉以后 其实选出来就有点避免了小产说的 就是一地区刚落败的 就是可惜的就是前面盲森打出来的一个优势有点大 但是Svenix個人其实在最近的比赛里面 盲森用的是明显的比较少 对 就是可能就跟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就是你选盲森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必须要靠着队友线上给你很大的一些支援 就说白了吗 你如果我不擅长盲森 我想练的话需要太多太多精力 所以就可能就pass掉了 其实有一个数据蛮有趣 这个数据在LPL 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 就是他叫做JP 如果大家有注意在一开始比赛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这个字卡 就是大家在倒数休息的时候 画面上面都有些字卡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数据控的那种人 就是可能会去看一下 就是那些数据里面有个叫JP 可能这个数据大家也比较陌生 那这个数据其实是JP的这个字 就是说他这个算法很有趣 就是他拳头有一个技术就是 他可以去分析就是从头到尾 打野跟每个位置的一个距离 比如说我现在是打野 这把比赛 我跟小散的距离 在2000码以内的时间有多少比例 也就是说就和对方抗衡的 想寻求抗衡的这种方式 简单的翻译应该就是说 这个打野帮谁比较多 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会觉得 就没让哪条路打 对 比如说ETG可能在夏季赛初期 是帮的下路最多 但后面Scott成长以后 其实场长明显的 应该是在中路的时间开始变多了 那这种数据感觉很暴露选手的打法 对 然后这个有趣的事情是你进一步看 因为你三个可以加总 而且三个加总不会是100% 因为就是如果他自己会去刷野 他有可能跟三个位置都没有维持2000的距离 平均大概一个位置大概是在10%左右 如果这个选手打得很平均 这个打野选手很平均 他就每一路都给一个10% 其实2000码说起来还是挺短的 对 2000码其实EZ的一个Q就是1100码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个距离 大概是两倍EZQ的一个距离 也就是说你不去那条路做视野 对 关键或者是前的一个反对 或者是主动的gank 你就不会发现到这个距离 那这个数据就没有了 对 所以加起来大概是30% 三条路线嘛 对不对 但就是有趣的是 我为什么要提就是说 Svence Gorin在之前 就W的加入之前 还是Wild Turtle做AD的时候 他有将近快20%的一个JP在中路 在中路也就是说 就是给比尔森 有点放弃下路了 对 或者说太过于围绕中路 你知道去年还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世界赛的时候 就比尔森有一场比赛 达到很后期 还带了一个黄饰品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国外的一个解说员 问了一个Twitter 就是类似国外的微博 欧美的微博说 就比尔森怎么这时候还没换 他意思可能有点就是说 比尔森是不是忘了 然后Alex H 大家应该记得的吧 就是我们的大法王 S1的法王 M5法王 他就回答了就是说 当你 当比尔森已经有了四个眼睛 在地图上的时候 你为什么还要 就这个饰品就足够了 那其实那句话 其实是比较酸一点的 比较salty一点 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迪尔森带了 就是他的另外四个队友都是演 就小帅你这样懂了吗 就是 比较过分一点的那种说法 就是 那那个也是欧美很疯 就是说疯传的一段骚话 那 今年W的加入以后 这个Svansker 他的对于下路线的投资 有明显的成长以外呢 上路被牺牲的更多 上路来说的话也是 就是我们评论席的时候之前有说过嘛 就是上路可能打得稍微的过于稳健 那也没办法 就牺牲的一条路 必须保全自己的双C位 对 其实也有点像我们RG的一个方式吧 对 但卢伯尔其实是 进可攻退合手的一个选手 但我刚讲的这个结论在于说就是 如果你是以一个打野要帮中下路的 这种英雄来说 你就比较没有那么适合去选一些盲森这种英雄 就是盲森是适合打一个二打二团的 或者是下路的 下路如果是月塔的话可能是要条件成立 就盲森抓下 如果大家盲森打野打了很多的话 其实盲森抓下很取决于你线上的一个先手 能不能打残对方的一个能力 就盲森抓下很容易送头的 就你不小心Q2进去 然后对方交一个残线 进到塔下你出不来 是 对那现在就是说就是 你可能要用的就是说 打上路最好的一个月塔的英雄就是盲森 蜘蛛这种英雄 打二打是很打这种小团是无敌的这种英雄 那这把比赛的VP做完以后 我个人觉得就是 这把其实没人的一个蝎子可能给不出前期节奏 那在这个版本结合小产所说的话 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前面的话 TSN是拿不到他们那么多的一个优势 因为如果大家有去看 就TSN在北美的队伍里面 他的GTN10就是在20分钟的一个差距 其实是北美联赛里面最高的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就是 TSN的打野是蝎子嘛 然后蝎子配合蛇女或者说配合凯南的效果 不是不如盲森来的直接 就是他的英雄就是如果给他一个暴女的话 我觉得这把很恐怖 暴雨半了半了 因为我自己压抑的是看到麻辣香锅 RNG自己把暴女给ban掉了 所以就说今天在红色方他们是有所准备 因为我这样子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就今天我们看一下两边的时候 就前五场的首选英雄 有看过中单有看过上单 有看过打野 不好意思 就是打野跟中单是最多嘛 打野你选了三把 那这把如果我不继续这样封锁 蓝色方的这个TSN 很有可能帮Space Gorin 去选一个前期很强势的一个打野 那我反而是RNG我们最 就如果小小小小你觉得RNG最强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撇除双C的一个carry 就我会认为是麻辣香锅的一个入侵 这是一个LPO就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特色 因为真要我说 我觉得厂长不是一个 以入侵为主的一种打野 是 所以说TSN他一选的时候 他还想亮一首螳螂 当时的话也觉得就是有点奇怪 可能觉得自己的打野的一个英雄池被争对了太多 然后选了一个螳螂之后 想想还是有点不妥当 然后选了一个蝎子 所以说蝎子这个英雄说的千道一万 还是前面来说的话太需要队友的一个牺牲 就是队友牺牲扛住这个六击之前的压力之后 才有可能有成效 那这个时候RNG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 但比较令我难过的一个消息现在传来了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 就是我觉得这把BP不错 但是因为这个暂停以后 两边现在是赛事方这边的 应该是根据规章了 就是详细的可能是等大家看一下官方的一些资讯 但消息确定的是要重新BP 重新BP吗 对 所以是要重新BP重新来打这把比赛 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一些Bug 重新BP 这个很奇怪啊 我觉得如果在BP过程中 好 那我们稍微静一下一段VCR休息一下 待我BP回来 我跟小小姐就会马上回来咯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激动冠军 不是激动冠军 不好意思 欢迎回到2016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我们第一天小组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 那刚刚因为发生了比较久的一个暂停 那刚刚赛事也给了我们一些资讯 但是就还有一些未确定的事情 我们就不说 就请大家去关注之后的一些 可能媒体方会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资讯 但我们确认的就是说 待会这把比赛要重新来进行一个BAN选 BP Y呢就是龙王下一把比赛 奥瑞丽安索尔要被默认BAN掉 就是说不用花任何一方的BAN位 要自动地被BAN掉 但是刚刚也是听到就是说明后之后的比赛 就包含整个一个月 围棋一个月的一个世界总决赛 就还没有任何的一个 就没有确定全部就是说这个英雄完全不能用 就是有可能会去修复他的一些BAN或什么之类 但这个资讯就请大家在稍后再多确认 是的 有可能就是很快速的就会修复掉 对 那因为就是那这样也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待会要重新变选的原因 因为就是RNG最后一个英雄不能用了 那就是一个英雄不能用 就是会造成你就是 现在不是说我把那个英雄给默论奔了 然后我说那你小虎你再选一只 反正你是P5 就是这个BP进行不是这个样子 是的 就是一环扣一环嘛 对 你少一个环之后肯定要重新BP 对 那如果重新BP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比较大的问题会是 RNG刚刚是三半打野 对啊 三半打野然后拿到盲森和兰博这个体系之后 可能会让TS们缓呼一鼓劲来更有效的就处理这个方案 对 然后三半打野的一个这个策略已经意图显列出来的话 就可能我个人会觉得如果在三半打野的话 以TSM的一个教练就包含他们的一个后勤团队来说 会有所应对 那我觉得RNG能不能去继续的执行他想要的战术 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可能就比较大的一个是想法就是说 如果因为毕竟两边是有一个个别交手的 那当然因为蓝红方各一次 所以可能RNG没有准备一个在红方第二场第二种的一个BP选 但我相信RNG的一个后勤也能很快去反映出一个我觉得 就我的建议会是说不要再三半打野了 因为这个意图太明显了 对 并且龙王这个英雄是当前版本基本上最游戏性最高的中单了 就默而半之后 其实中单这个位置有很很就是微妙的一个变化 对 没了龙王有可什么假设马扎哈出来 我一枪马扎哈拿什么应对就很头疼 对 就是辛德拉这样的英雄其实不太那么 就打上龙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嗯 优势在于说除非你要一技能很准 因为如果你是直接上去要用QW换起的话 其实龙王的射程是比你远 是 你回头吃到一个Q很有可能直接被打一套雷霆 所以不管怎么说 嗯 我觉得不要阴着头皮 嗯 继续上一把上一把的一个BP策略会好一点 对 因为就我们知道这种BP比较属于齐齐的一个战术吧 那齐齐战术这个冰柜神术 冰柜就是出其不意 对 但是你这个出其不意 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 那就代表说对面反应就立刻讲说 那我的打野英雄词可能是有被调查过了 对 而且这包含你抢盲森这个动作 就假设你照样的做一次 那Space Green不是不会玩盲森 他以前盲森王的很溜 他是个欧洲的盲森很有名的一个玩家 他带我一选盲森 那你要怎么办 你接下来要怎么去做发展 那B人是哪里想会有难题了 这样子前面的打野几次全部被按掉了 就带节奏的打野都按掉了吗 对 然后你只能选个发育的 对 那我要选蝎子吗 还是我除了蝎子以外 我有其他的一个英雄 什么男枪牵绝都是发育的 对 所以说不要再打野位过多的纠结 或就是太针对会好一点 对 刚才看到就是那个两个短片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就是这两个短片 应该是近期的一个采访和总结 对 就之前RNG可能就状态有所起伏的原因 有可能就什么 比如团队没有就是太好的磨合什么的 但这两个短片给我看到就是感受到 就他们已经渐渐地拧成一股神 就是在国外的 就是在国外孤身奋战的职业选手 就是在一个团队拧成一股神的那种情况下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对 如果就没有拧成一股神 而且在国外这种很多莫须有的压力在外面 真的是自己个人承受不住 对 就小展提到一个重点就是 我帮你说的词白一点 就是韩元在LPL的一个就是历练上面来说 就是能不能龙鹿队伍其实很重要 是 我应该没有误解你的意思 我觉得我没有特指韩元了 就是一视同仁 就是每个职业选手 对 但是就以我们的赛 以LPL赛举来说就是韩元来到我们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比如欧洲的选手来到北美 一样遇到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那能不能龙鹿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 我觉得我绝对同意你小展的这个重点 那我觉得RNG现在是已经团结在一起了 好 那我们回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个重新DP 那TSM是选择把女警给封锁掉了 女警杰斯跟希德拉 杰斯那另外一边一样是三边打野 哇 那就等于是 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的见解 当然跟后勤一定会有落差 那两边可能还是 哇 这边真 有可能RNG也想到这一步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这样想 就我就是这样让你抢我盲色 对 你看这很简单 就如青铜如我这种烂解说 都可以想得到 对嘛 RNG一定想到了 没有问题 就我们解说什么都 本来也没有就是钻研过这些东西 就可能说一下这个 人家都想到 那应该是RNG知道 螳螂捕蝉和狂蟹在后这种原理 对 你把这个螳螂给选走了 还有别的东西 他选的是盲三包 也只是说这个谚语的一个用 对 对 那来看一下 快速的雪丁选了蓝薄和蛇女 等于是交换了这个蛇女了 那等于 我觉得这个想法里面 我用我的解读 就是说在BP的一个思路上面 小展刚提到一个一个线 大家要拉着 就是说在龙王不进的情况下 这个中路的一个天平 生态系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是 那这个生态系的改变 让RNG觉得 我可以放弃打野的一个盲森 但我要交换到蛇女 因为刚刚是TS拿了一个蛇女 对 并且现在外面中路的话 马尔扎哈打蛇女的话 也不是合好党 然后吸血鬼的话 也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说抢了蛇女之后 真的是万无一失 把这个难题丢给比尔森 就是他要拿什么样的英雄 来打这个蛇女 对 因为蛇女系献霸一席的一个英雄 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好久 并且后期也是个爸爸级别的英雄 对 TS们这边直接亮了下路 这个下路很恐怖的 对线能力一级 特极强 看一下RNG的下路双人路 该怎么应对 还是要拿一个双妈吗 这个双妈拿出来的话 对线会稍微有点压力 对 我觉得双妈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会在于说 虽然就是 为什么双妈结合在一起 我们之前看那么多 就是西威尔前期只有推线能力好 但是她对线能力多 然后你推了线 但是你不能消耗到对面 对 这个推线就没有太多的应用 但是本身上面 就卡尔玛辅助 还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 压线的一个英雄 是 她也有很大的推线性质 好 好 香果是选择了 现在这个版本来说 今天第一次出场的一个人马 是的 对 此前香果拿的人马 她带节奏蛮不错的 她现在等于是 她最后一个辅助 让Mata这边做一个最后的选择 也是比较特别的 然后看一下TSM 这边比尔森是要拿出发条 这个英雄可以说是欧美特别喜爱的一只英雄 嗯 就包含了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最近在网路上看过一个视频 就是之前在韩服大家在做这个秘密集训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solo queue的一个片段 就都在网路上面被收到了 有人剪辑了一个精华 然后那一把里面有一个片段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今天才跟小胆说 一个老鼠从上路隐形过来夹击在上路三条草头的一个比尔森 比尔森是选择了球女用 发条用R散直接去忙去抓那个老鼠 然后一个R散W直接秒掉 这个有点强 对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就是比尔森这段时间的一个八条 应该是列得非常的成熟 是的 Mata最后选择的是一个老牛 这个老牛选的挺精髓的 就为了打团而准备的 因为老牛对线能力前几期太弱了 他选择老牛之后可能是防一个凯南 打团的时候凯南或者盲森的一个突进 来更好的去应对 这凯南上一把我们已经看过了 但是这一把失去了李清 在这把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李清其实对于凯南算是一个counter 从以前的一个版本就是 因为凯南最怕就是进去 直接遇到疯女这种 或李清这种盲森这种 直接把他踢出来 是 他的进场 他毫不愣意地进场就没了 凯南他就怕 这几个强制位移的英雄 强制把你打飞的英雄 是的 对 这个BP来说的话 虽然我感觉就是 蛇女这首还是有点领先的 但是我觉得下路这个对线是个难题了 对 对方是一个进加纳美 这个对线特别的难受 对 你选一个老牛加轮子马 这对线应该是下路来说最低级的对线能力了 看一下我RNG下路 虽然对线能力很强 但组合有点弱势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团战的一个 就这边放弃了一个卡尔玛 我觉得重要是要补上一些开团的一个性质在 如果就是这把 如果他选的还是一个卡尔玛 右边那个阵型 看一下RNG阵型 开团很弱 当时我在 就是最后一首在想 就是MATA选手布隆 就克制一下近很有纳美的大招 所以这样会稳腿一点 但是选了一个老牛可能更多的 在选择5为5的情况下 克制一下凯南这个点 对 就是凯南的进场可以第一时间的 他又有个顶飞嘛 第二就是 就他的一个主动性还是比布隆来得高 是 对面的这个阵容来说 布隆当然是克制了刚刚两个英雄 但是同样的对方的一个前排 其实是比较少的 因为凯南严格上来说 不能算是一个传统前排 他是用进场打伤害跟控制 代替一个坦克在做的事情 凯南来说的话 他的定位和利桑卓 没差 真的没差 就一样 开团打伤害 打完以后就是 在后面 等一下冷却 然后再打一波 那死了就死了 只要控制过多人就可以了 反正伤害打出来就够了 对 所以说这一盘来说的话 下路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对 那当然也是希望现在在现 不是 现场应该也有没有OPO的一个观众 对 以及在这个 不管你在哪里 在看这个直播的观众 因为刚刚现场是传来了很多的TSM 但希望可以 你们在家里面也帮帮我们喊一下RNG RNG 所以这把一定要拿下来 一定要拿下来 一定要拿下来 对 现在一级来说的话 上半都开始动小心思了 对 感觉两边 这边 张瑟是一个人走进来 但盲山是选择 用很远的位置 Q&Q都打到了looper 仅仅是打回了家 那这样的话 9秒应该还来着急 还来着急 会不会发生蝴蝶效应 这边想要断他回程 这一波TSM的这个上野其实蛮阴险的 就用凯南做一个勾引 打出了一波气势 他这样的话 也可能会导致香郭自己solo红buff 对 RNG这边有可能干不过 哇 香郭这边这样子比较伤啊 有点伤的 人马一级solo红的话 其实血量会掉很多啊 是的 RNG这边是赶不过去了 这边TSM一级来说的话 是取得了一定小优势 对 这个小套路其实还是比较脏一点吧 我觉得 就有脏到 有脏到手 有脏到手 我脏不是有贬义 我只是说就是这个想法很好 套路 对 套路 就感觉这也是一个套路 这个是真的有点伤啊 哇 你看这个人马 因为就点在于说你去下路的话 那对方吃双死 你没吃蛤蟆怎么办 这样的话会影响到香郭去 前期去下路的一个节奏 你刷也刷了这么伤 可能第一时间不能配合MATA 一个老牛去击杀对方下路了 在下路这边 MATA一个Q技能很精准 打到Bio Frost身上 这个 这个那边有点失误 就积极被老牛Q到 没想到 就直接她想要抢恶 所以直接在前面点人 是的 那MATA就说拜托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这个冠金皮肤不是我的 但是我也是有冠金皮肤的人 是 对 对 现在来说的话 RNG的下路必须让两级 毕竟这个组合在这里 对 这也是从一开始 那个looper的一个小小失误 也不是说就被对方给勾引到了 就被套路到了 对 被套路到 其实就眼带的影响了一些这些东西 对 对 就西部A的一些变化 对 TISM不知道会不会把握到这些东西 就这把要是我是小狗跟MATA 我刚刚就觉得我要控一下先了 对 因为香锅一定会狗龙说 我不太可能去下路 我去不了了 这个姐我都刷得很伤了 真的没法去 来 选择要来中路搞事情 这波有要 盲森的位置没有出来 但是还是选择直接正面硬打 踹得很漂亮 比尔森一队已经是结束了 剩下三百斤血 但是盲森赶过来 这一脚 好险 小五也是赶紧缴了一个闪线拉开 两边的周路对焦一个闪线 SVS跟人刚也是闪线过来 周路也的所有双招全给用出来了 而且没触发一个人头 闪线的一个金中招 也是保了一下比尔森 但好险刚刚那个Q1是没有命中的 如果是踢到了一个一丝血的小虎 应该要被带走了 踢到了 踢到了 就打完了 因为球女没有后续打伤害的能力了 是 不管怎么说的话 没有触发人头没有想到 我感觉大尸鸡血要爆发了 对 前面的这个球女的一个 发条 不好意思 发条的一个衣镜的双抗还是比较强 是 对 发条这个英雄 他对象能力挺强的 对 发条觉得是对象一个很强的英雄 但是他的支援能力还是比较差 对 他在野区遭遇这样的时候就不行 对 那他之前的一个就是比较一个短板的地方 是他大招的一个冷却比较久 是的 对 那现在他的大招其实在6.17版本加了一个加强以后 其实现在就变成发条的一个上涨率变高很多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RNG的下落丝毫没有受到组合的影响 补刀还是完全没有落下 对 就已经够了 已经非常成功了这个对线 对 当时就是纳美一级被老牛Q到那里我就觉得失误挺大的 对 那小虎这边插也插得很激进啊 对 中路双招全部消光了 就很有可能都被盲森跟人马找到事情 但就盲森更有一些本钱 但是马卡兰了 啊 这个是福叶直接抓人 散现 啊 斯佩斯柯仁给顶回来 要顶在这个W上面 涮力的让人马拿下一血 小 这个combo 哇 马卡这一波的一个突如其他一个游手 时间抓得很漂亮 这是一个兵线上面的一个时间 就是我先推一波 轮子妈回补 我去跑 跑了对方线过来 然后轮子妈收这波线 是的 这也是TSM的一个沟通失误 就我觉得如果面对一个前期节奏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现场频繁爆miss是要正常 对 只要是这一波感觉在吃F4的一个斯佩斯柯仁 是没有预想到马卡这么凶 来 一个芒斯也总进来 直接一个3Q 然后一进人踩了一下 冷马让这个芒斯没有办法 顺利地去利用用W去盾到这个八条身上 这个人头给得很好 就前期打野拿人头这是最理想的 尤其是人马 对 人马最需要前期拿到一些人头 对 这把其实马拉香锅出的是一个红尘 在这个版本来说红尘是比较少见的了 就红尘来说他可能就是前期2v2 就像奇德所说2v2的情况下 那红尘收益非常大 对 想办法把这个盲森前期的一个 比较强的一个2v2能力给弥补回来 斯佩斯柯仁也是一高人胆大 吃了就刚在自己的F4吃了一波龟 但并没有放弃他去偷对方F4的一个想法 是 这边凯南在上路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制 凯南这个英雄也算是在线上非常棘手的一个 对 凯南之前在LCK那边比较多是拿来打纳尔 他打纳尔真的是躺着打 因为他的手长就是比弹尔长 换血完全不虚 是 对 纳尔变大要控你的时候你就开大 然后把纳尔 就纳尔的大招以及W的控制有控制 但是他伤害没有像凯南的伤害这么高 就凯南他伤害爆发太快了 就没什么 不用什么装备一套技能就很高 中路来说的话 比较生这边一直在压线 对 感觉比较生的一个发条掌握还是非常的好 对 补装上面一直是领先的比较多 但比较生这个发条我也是比较好奇 他的一个初装会走什么样的一个取样 因为以前大家都是这个圣杯 但是现在这个圣杯已经 感觉没有那么适合发条了 鬼叔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 他现在补了两个多篮 有可能是鬼叔直接 哇 六级的一个瞎子 六级瞎子遇到五级的一个香锅 香锅只能先用一技能闭一架战 凯南也赶过来了 TSM要强行反这个红 对 这边还蛮明智的 真的要让 不让不行 这个香锅五级这没有办法 这个不让的话感觉就是 出大事 对 因为你上路蓝博虽然线是中线 就是来得及自愿 但中路这边刚刚小虎的线是被推的 是 能屈能伸 对 这个版本大家的理解已经进化成 就是你掌握线权 你的这个三角进攻摆出来以后 你就算知道我要入棋 你也守不了 因为我的人数硬生生比你多 就我线上的人还在塔下就吃拼了 对 那现在经济是持平的 但一鞋子落在RNG手上 Ruber想办法利用自己 这个已经是加强过的一个Q技能 消一下Hunzel的一个血量 这边是个人拿了两个红BUFF 就看一下盲生这一波能不能做到事情 他的闪现快要转好了 接下来目标都要看到 看打野了 看打野怎么弹来落节奏 对 这一波感觉抓一下下路的牛头是不错的 这边纳梅有机会 纳梅走过来 直接被打BUFF二连 JQ技能 开启大BUFF开始弹射 但BUFF这边一套是带不走 马塔是没有选择下点燃的 他知道自己打野不在的情况下追不死 对 就是先消耗一波 那斯芬斯哥人是闻生而感到过来 但是被真也给察觉到 想办法去喝止一下现在是有红BUFF 又想反蓝 对 这边香锅是直接去和你互换了 对 那只是插一个也确保一下斯芬斯哥人 不会绕过这个下路的一个草丛来做一个月塔 这确实很明智 毕竟阿基这边的中路和下路都非常需要发育 对 避免打团 避免打遭遇战 对 当然这边马拉香锅应该是可以来得及交换到这个蓝BUFF 但是看起来 TSC有想要回首的一个意图 现在已经利用这个智慧沟通系统来沟通了 感觉上路的支援很重要 看一下TSC要不要硬着去防守 对 但这个位置其实可能来得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蓝BUFF已经被拉了 让这个Q技能是没落空 并且盲森这边是没有惩戒的 对 但盲森已经知道了马拉香锅的一个位置 要大招 跑掉 能不能跑 太到了 但这个Q2跟了很远 把盲森给带了过来 一技能加急跑 拉开距离拉得很快 又一个 有大招 有大招 直接大脚 给酷一踢 马拉香锅倒了 超远距离一个追击站 这个瞎子还是挺果蛋的 感觉SPAZGORAN今天的一个气势 并没有因为送出一血而直接丧死掉 对 没有 就是死掉之后没有出手助手 对 SPAZGORAN以前是SK的一个打野 欧洲也是之前数一数二战队的一个打野 这波踢到我感觉这个角度好刁钻 刚才就瞎有先锋在中间挡着 一个踢踢到确实很微妙 主要也是这个大招的一个伤害 补足了最后的一个斩叉 是的 香锅这边虽然辛辛苦苦地 就把这个蓝muff给偷了 但可惜最后还是被对方给踢了回来 两边都互相有来回 那MATA现在的散线要转好了 有没有机会再找一波节奏 MATA这边的话是出了一个眼识 巩固一下下半区的一个视野 然后没有出5速写 那可能的话接下来再去中路干客的话 没有太好的机会 哇 一个W二连 直接把Double Live的一个闪剑给逼了出来 但反手MATA也被逼了一个大招 这一波的话 Double Live相对来说 比较保守一点 对 过于保守了 对 下面加了一个TP 是直接UZI开了一个大招 手力也开始 但因为反手的SPAZGORAN赶到 竟开起了一个大招 MATA生没有大招 散到了MATA相过后面 MATA相过挡住了 牛头这边是已经离开了危险区域以后 水炮也没有命中 这波RNG没有深追 非常聪明地选择了一个撤退 但状态现在是比较差的 这边想正面逼下路伊塔的一个血线 牛头二连 但是被控到了 球女一个大招 空大 那没大招进来 MATA是稍微被抬起了一下 但是无伤大雅 那这波的话 TSMA放了太多大招之后 没有杀人 应该是不会再逼了 对 逼不了 而且这个龙感觉也不敢正面开了 这个龙的话TSMA有没有想法 你看还是要再稳腿一点 对 这波感觉 我刚刚已经是 手里有想要掐小伞的感觉了 这波其实很紧张 对 对 因为就是小果刚刚看见那波大招 原本以为RNG要冲上去了 而且MATA他的一个是二连快好了当时 对 你要冲上去的话后果有点 对 盲森那个位置太刁钻了 是的 现在来说 RNG选了一个后期打团容速率很高 而且很有效的一个阵容 所以说前期尽量避免打团 就像刚刚英雄麦克风里面所说的 小果说这把就是大家都在沟通 这把不要弄不要送 对 小果在那个英雄麦克风里面 最深的一句就是他说 我现在上没有打崩 没关系 我打团好就好 来 上面直接强抓 闪线跟闪线 大招顶住以后 有点走不掉 有点走不掉 人马终于赶到了 但是Luper的大招还没转好 此前没有打出太多的伤害 看见MATA香波 有大招的 有大招在等他抓位移 Q1Q2W 哇 这个L星的一个飘移 是闪过掉了香波的一个大招 这一波的话 瞎子没有死 有点伤 这盲森有点6 今天见到的盲森 都有点6 对 这个版本其实盲森 已经回到了一个版本主流了 是的 因为之前两个T1的一个英雄 包含挖掘机跟酒桶 已经有一个酒桶 现在只能在酒馆喝酒了 酒桶这波大学只能喝醉了 对 自己喝醉了 这一波 这个如何没办法 不得不说TSM这边上野的一个抓机会能力挺果断的 就一有四号机会就把所有技能圈交掉 这个小斌如果在 如果他刚刚T的死了有多好 对 提死的话 没有Q2 提死 如果提死那个小斌的话 香波都不用交大招了 对 他应该还是得交 因为他有个W 找他自己的小斌过来了 有军小斌到了 太可惜了 那个小斌怎么就那么坚挺 虽然是RG的小斌 当然现在各个局势来说 SPSG前面的一个盲森慢慢地再打回来 但一个两个人都交到盲森上面 我觉得对RG来说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劣势吧 是的 不过盲森就能处出了一个武术血啊 对 开始各种想要的搞事 那现在就是看RG怎么做防守了 而且就感觉中路的一个发条 给蛇女压力真的很大 小斌的一个资源明显是比较慢的 对 就法条这个英雄啊 他 轻线能力肯定是比蛇女快的 他AOE轻线嘛 对 这边想硬拿了蓝 这个蓝的话看RNG要不要尝试防守一下 对 但冷马的这个大招 还有一点时间 最后被SPSG直接给踢掉 现在来说的话是TSM的一个强势期 所以说RNG还是要尽量避免打团 对 但拿了蓝还想拿这条水龙 RNG这波是有机会可以打一下 蓝柏的大 蓝柏的踢还没好 而且核道是也 近失 对 失太多了 对 人马的大招也还没好 我觉得 刚刚感觉到人马的大招应该要好了 这边看到一个蛇女 小五被踢了 小五被踢了 闪现躲过 但是这个球跟过来 一个冲击波 把小五给吸了回来 这一波的话 比亚森这个法条确实太老道了 对 老法条啊 一直在等 等了你叫闪现 对 而且把球给了芒生 对 就他很有可能是 如果这银汉的闪现的距离 要直接开大的话 会在原地空大了 是 这样的话 其实打野的一个选球 这一波其实比较伤 就感觉 小五有去想要看一下 那个芒森的一个意图 但反而是 芒森刺完龙刚好出来大脚一踢 他中塔也掉了 就中塔掉了之后 安基的上下路 一定要把防守事业做得好一点 对 就 感觉我们今天已经看过一个 瑞佛塔的一个 巴西 罗纳斗的一个 这个芒森了 但是 芒森的这个芒森 也打得很溜 可圈可脸 对 下路一边 能不能抓到一波机会 且强杀大师兄 大师兄 大师兄大风力了 终于是倒下这波小狗 有没有再一个机会 马塔那个WQ20 没有好 而且大招没转好 马塔这边有大招的话 应该看大招顶进去了 直接顶进去 这个小狗应该就是走A 就直接A死了 是的 这一波的话是 RNG的下路打开了花 对 马塔这边应该是刚才二连 连到了大师兄 一套技能 哇 这样的话 应该不是一血塔了 不是 中路塔没了 对 主要也是在召善师技能上面 这个ignite 还是取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 这个点火 哎 上路这边 对 鲁普是很有意识 你下路这样子去拿人家 就这波可惜晚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是一血塔太好了 对 一血塔现在劣势就是 就是RNG完全搬回来 但就没办法 小五刚刚那个被击杀 应该算是一个插曲 一个意外 他也没有想到 但是当时一个局面还是蛮温和的 突然出来一个瞎子 而且那一波其实瞎子流的 就是说小五是有散的 对 但他Q进来也中了 也加了跑速 但没想到就是比尔森的一个 发条态场发挥 对 对 他这个发条拿出来 确实自己练了挺多的 对 下一个感觉是要出兵杖 这个这个发条他出了一个腰带 先看这一波双人路对拼 两边互相蹲 就是MATA走进去以后 直接瞄准越过BioFast BioFast的这个水炮差一点点 这个小走位还是很精湛的 是的 又看到一波 又是抓纳美 这边人马进来直接秒杀 小五拿下人头 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选出一个纳美的一个阵容 最重要的是拿这个纳美当提款机 对 纳美这个辅助每次做事业的时候 都要就很很难受 尤其纳美EZ 我觉得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面 就是他的进攻性比纳美进差 但是就是纳美EZ 纳美进有个缺点就是 就是你的辅助 对方选牛头开你进的时候 你纳美跑不跑 对 你不跑很容易送双杀 就这两个双人路的英雄都没有位移嘛 对 就一看起来的话就很难受 现在难受的话 按记得一个F联动 效果不错 对 打回了一些局面 当然 决士哥人有了武术鞋以后 也是各种在对方的野区里面逛 一直在找机会 哎 马塔又过来了 哇 这个手术很快啊 手术很快 对 不过刚才二连倒也没什么关系 对 就是一个Q嘛 对 对 又不是闪剑敲 如果是什么Q伞那种就比较伤了 是的 对 下路这边的一个塔 RNG是率先的推掉 但这波进来 来得及防守吗 这个人就直接走进来 当人体一眼 看着UZI跟MATA 那这下路这个一塔也很难拿了 对 因为人马现在这时候在上路 而且是被 TSN流在红区的视野给看到了 对 也是因为就中路这边却 没了塔之后 边路确实压力太大了 对 虽然RNG的下路是有打到一些人头回来 补了一下自己中路以及ADC的一个发育 但问题点在于还是说这个三塔的一个经济 还是压在了RNG身上 对 这领先的话仅仅是塔的领先 对 还有一个问题点就在于进的一个前期的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强势期来得比你的轮子妈来得早一点 早很多 对 现在来说其实要再稳稳 至少两件套之后再开始尝试这边打一打 对 下一条是一条三龙 那RNG这边就要开始进入一些战术的一些思考了 这个三龙打不打 但我觉得他们的一个阵容 其实在打这种龙团上面是有一点 就蛮不错的一个地形优势 如果对方是困在龙池里面一个轮子妈的加速 加上一个牛头进去 开得好 就马拉翔过几波大奥想得很好 这边Paper要TP绕后了 绕后了 这个位置还不错 往左边夹还是往正面夹 马拉翔这边 直接闪现Q 顶回一个 直接冲到近身上 大师兄又是直接被融化 正面海浪过来 阻止不了 小虎拿下双杀 杭舍进来先电UTI 闪现MontorPens要给Q 但是想不到吧 藍波来了 Ruber过来 Double Leaf 小虎拿下一个Double Kill 不是Double Leaf是Double Kill 这波的话是一波一换四 哇 这个Lupa的TP真的太有想法了 对 他等了很久 原本应该是Svenskerren跟Hanser 进场想要硬收UTI 然后去 他们那个位置 如果蓝波没过来 他们可以跑的 这波的话 Montor这个Q闪 Q到两个也很关键 他就一气呵成 我原本以为他们是要在这龙口 左边那个上坡道那边去夹击 变合蓝波的大招 但没想到 Montor看到对方撤退的时候 进走在最后面 直接就直接一个 毫不犹豫的一个散线Q了 是的 哇 这波Double Leaf又是被Q到了 对 蓝波的大招在这么远的距离 兄弟 蓝波在这个龙上面 我在屏幕外 你没看到我就选这个大招了 对 千里之外取你人头 那可惜 这边小狗已经是 这个没办法 对他们两个散线硬杀你 对 这不死都对不起对面了 对 这我想不到活的一个方法 没有 没有 没有方法 对 兄弟啊 小虎选个这个时光吧 选个激篮吧 这波打完之后这个小虎四个人头 哇 就很豪华了 我们刚刚看过一个 拿到领先的一个蛇女的一个压制能力 对 这把小虎就接下来 要看一下小虎的一个发挥 是的 小虎要很 很 怎么说 小虎这边就想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撑起来 撑到后面交手给 交接棒给UCI 对 然后一起拿了这一个棒子 因为蛇女和罗斯巴叔叔都很恐怖 对 对 就RNG最要小心的就是这个穹女的大招 对 发条的这个大招 这个发条大招其实就是太看发挥了 对 说白了就是容错率很低 就你一波失误之后你就没有大招 对 但是现在他的一个冷却跟魔耗是有做了一些削弱了 那就让他的这个每一次的一个欧印 就每一次的说哈不会就是花那么多的一个成本 对 这也是发条能上场的原因吧 对 以前发条可能一把就跟人家说个三次哈 现在感觉可以就多说个五把 多说个两把就可以 对 就后期团应该有一个五次大招的一个机会吧 对 那这波的话 山龙拿到 对 DJ如我们赛剑所说的这一把 虽然Svillgren的一个前提打野节奏 不免熟的要说 这真的在虽然送出了一个易血 但这把就是他的一个盲生选的一选的价值完全选都出来 打的就是前提节奏比马拉香锅带的好 但后面几波就是包含了MATA的老牛站了出来 以及小虎跟Uzi的一个双C的操作其实完全不蓄于TSM 是的 TSM这个阵容到了后期 说输出的话也不属于RNG 但是凯南和发条这两个大招 包括盲森的大招都太需要一个临场发挥 这种临场发挥不可能每波团都做到极致 如果真的做到极致 那也没有办法 对 所以RNG这个阵容到了后面真的是 他的输出太容易就安全地打出来 对 就第一把比赛 这是所有战队都是今天的第一把比赛 嗯 就是感觉一开始选择简单粗暴的也是不错 是 对 就是等自己的手乐了以后后几天他开始秀嘛 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一个赛时间 就至少你选一些抓机会能力多的 就RNG这盘这个BP就很聪明 就 但节奏当中叠很多 蓝博牛头还有人马 对 没有对 绝对比较心急啊对不对 三支队我觉得你们都可以走到最后一天 这好像不太可能 只有两支队伍可以嘛对不对 对那没关系随便三支二我觉得都很开心 这把局势上面还是一个军事 两边进入了一个就是兵线争夺的一个时间 那当然在边线上面来说感觉 Hanson的一个可能是有一些优势 那中路这个塔在比尔森的一个发调的守护下 RNG是迟迟未有斩获这点是令我比较担心一点 对 中路这个点的话 比尔森这局化身为中路防御塔 对 就 比尔森真的是 怎么说 TSN的一个守护神吧 现在打起来了 相互这边开启以及走 躲到一个近的 躲到很漂亮 而且扫了一下眼睛做一个位移 这边抓比尔森 哇 守护神倒了 这一波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Mata的闪现二连还是小虎的闪现 应该是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 但两个人的闪现都交了就是强抓你的这个比尔森 是的 然后再来红具里面 继续地来做一下陆清 又是一个二连 但正面刚刚冷马是被控制了 不能上不能上 Mata这边是赶紧开启的一个大招 被水炮起来 这边最后一枪打到以后W拿下人头 是的 只能卖掉Mata 对 这一波的话主要是都没有大招了 对 兰博的大招虽然是好 但刚刚位置其实比较远一点 是 路伯刚刚应该是要下路去整理一下 主要是有个凯南 凯南在那个点真的一打九 对 他真的不能上 进去全部知道这个万类天牢而已 那不得了了 是的 对 现在 也算是抓回来了一点 刚刚 两个人 中路跟辅助的一个闪现 强抓 并没有顺利地拿到中路这个塔 是比较可惜的 对 对 看这波比尔森怎么被找的机会 对 Mata这边很聪明的一个闪现二连 对 小虎这边也是毫不犹豫 闪现过来给了一个那个 附地 对 一个附地 附地让你这个有伞交不出 是 对 非常的果端 对 亚巴吃黄连嘛 有伞交不出 现在来说的话 中路这个视野啊 争夺得很激烈 对 就现在对于RNG来说 他们的一个找机会能力 在Mata进去的一个游走期以后 是零零尽致地显现出来了 对 这两波遭遇战打完之后 感觉RNG已经拿到了这个 现在的主动权 对 就TSM现在转为防守 对 TSM现在就是还没有太多的那种 夯色烙背传送 然后冲进来 凯然直接开大了 或者是 芒生在这种对方抱团 就RNG抱团的时候 要能乱正中提出来 而且面对一个老牛太难了 是 这个老牛选的真的让凯然很头疼啊 但还是要小心一下进的一个中提威胁 进这个英雄的话 还是要配合一个队友去开 对 就他那远距离的一个制约能力 刚刚的Mata其实是开了大刀走不出去 是的 的确是比尔森的一个发条 选择了一个兵杖 这也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毕竟 球女的W是自带一个缓速效果的 他觉得就是 RNG的中也包括轮子的Mata 都是没有位移的嘛 如果碰到的话 其实他们就过不来输出了 一个地形的一个风筝还是蛮不错的 就像维克托嘛 维克托他的一个 一档选出来之后 再配合W 这种封锁地形效果很不错 杭瑟这边是已经有了一个腰带虚空 加一剑应该是要往金身再走了 这有两种想法吧 他也可以先上深渊 深渊就是加强一家球女的一个伤害 嗯 对 那今生就是想要直接来打一波 结束性的关键团战 这中亚是蛮需要的 对 输了个中亚会好很多 就没有那么怕老牛了 现在来说的话 RNG虽然能掌握主动权 但是还是想再稳一稳脚步 等一下 倫斯妈的三件套 小狗这边出了三件套之后 打团就是 翻完三个W就已经完成死灭 就伤害非常爆炸 就小狗这边要小心的就是球女的一个大招 对 以及这个凯南的一个大招 凯南不用太过于小心 然后主要是球女的一个大招 包括他的一些小技能 如果小技能打一套打到的话 其实也不太赶上去是出去了 对 但现在的一个 吸尾尔应该都是带着这个嗜血 但你要有这个 目标让你去把血量给吸回来 下条水龙就马上就要刷新 对 那这样两条龙现在都还是TSM的 因为前期RNG只有 就是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 都没有办法打出一些优势 不过这波小龙的话 TSM问他一个动向 有点想放着这条水龙的意思 下路 下半区这边河道也没有任何一个视野 看下TSM到底怎么想的 中路这一脚踢到好险 逼一波 逼一波兵线 对 逼一波兵线 挡掉不要让静有机会接一个致命滑踩 现在红区的一个世界在争夺 TSM感觉还是想要比较早的去结束这把比赛 因为他们的阵容在后期的确是相对于RNG的阵容来说 比较难打 对 比较难打 对 就不能说这个后期团RNG是10 但是 就你的芒森跟凯南的进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吃一些布置跟技术含量的 是的 主要是面对对面有老牛的情况下 对 这边掀开这条龙 看下路可这边就GP过来 对 但路可的一个位置 这次就没有办法做巴加 香菇抢到了 香菇抢到了 这波要不要转中 转中逼中一塔 对 这边转中是非常好的 对方的一个位置其实是已经被卡断 还是要直接往大龙池 这个位置GP不敢过来 中一塔能不能拔掉 对 当然要小心 非常要小心 这个八条的一个大招 没有关系 拔掉 拔掉撤 对 小五是直接给了一个W封住这个F4下方的一个路口处 但下路这边 汤森是蛮明智的 就中路一塔要让 那我赶紧去换一个下二塔 看有没有机会 而且这边换过去的话 Luper的一个传送是已经交过的 所以现在中路这边的点要小心被开 这波拉丑的话RNG中路要小心 这边啊 藍博是直接下大招去清中路的一个兵线吗 这样的话是感觉 即使支援到下路二塔 可能就汤森也不会管你 赶紧把下路二塔拔掉 应该是有这种感觉 可能所以说在中路的尝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 中路一塔换下路二塔 双方都不能很亏 对 因为毕竟这个下路二塔对于 地形上面 对于RNG防守这条 没有太多的一个滚雪球的一个情况 对 防守这个大楼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问题 是的 但就这个中路塔对于RNG 接下来能在中路找到局面的一个机会来说 太贵重要了 是的 而且视野也能做得更深入一点 对 安 哈尔森的确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精神 小狗这边出他出装的话也是蛮稳健的 他没有第一时间出一个公宿装备 就出了一个鼓吕手艺魔刀 马拉翔光这边也是振奋出出来以后待会儿进场应该就是紧点的这个进 或者是也可以 就冷马这边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他的1刚好有能的话 他可以去选择去推一下这个凯南的一个进场 其实我觉得可以针对一下就是比尔森 因为法条这个英雄啊 他最怕就怕的就是墙开 这边 翔爪毛斯那个麻烦 但毛斯这边很机敏 对 很大不了 走掉 一下就顿走了 是 消失在自己的暗上的黑影 那UZI这次的配合队友抓人并没有成功 而且比较忌惮的还是刚刚所提的 现在对方的伤胆有传送 但我们的兰博没有 所以说暂时还不能就是打那种胶着战 一看没有机会就赶紧跑 现在就是老牛控他要秒掉 对 利用神里的一套爆发 马拉翔这边闪现也好了 虎视眈眈的想找下一波机会 对 GG还是咬得非常的死 现在一个情况就是你正面想对抗视野的情况下 天然不敢做太实 不敢做出去 对 有一个老牛和人马这两个英雄抓机会能实在太强了 其实贴线这样很明显就是说 他利用兵线的牵扯在运营这把游戏 慢慢地偷视野 就是我 兵线正面逼过去之后再偷一下视野 只能这样 对 就好像你家下路有一个 就有一个人在吸引你的注意力 开始大招 直接往中路 但马拉香锅站在这个位置 帮忙一下后方的神里挡 但吃到了发酵了一个伤害 马塔绕后 马塔绕后看有没有机会 马塔过来了 但对方的一个 这边没有视野 马塔不敢进 并且消过这边半血想求稳 没有关系 反正中路的一个二塔 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一个消落 而且这波 就近的一个大招是已经用掉了 这波的话马塔又开始绕后 这波小绕后 挺聪明的 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比尔森 比尔森 比尔森反应好快 但是可要三转 可要三转活口 蓝波 这边所有人散开了一个 夯手的一个进场雷射 看起来是没有打出太大的伤害 阿恩就要进入一个追击 小五是直接搅了一个伞线过来 可以继续追 可以继续追 史密斯科人这边 已经卖掉了一个后方的凯南 UDI这边顺利拿下人头以后 小五还要追 状态很好 拼男爵 可以打大龙了 CSM这边的桌 也是没有大招的 现场已经传来了 阿恩就的一个加油声 马塔 这个大龙 稳稳的 把史密斯科人给盯走 有老牛 看到了老牛 完全不敢接近 这个大龙没有问题 可以 这一波顺利的拿下来了 哇 那这个大龙拿下来之后 真的是 TSM很难翻了 我个人感觉 我不是独奶 我真的感觉很难翻了 后面打团 这一波大家来看清楚 马塔从后面绕过来 虽然比亚森 虽然比亚森 他反应很及时 但这个闪Q 可他有WF的 WF的这边闪现都被抓住 就被秒了 最欧之意 最牛之意 不在你的这个八条 是 在你的大师兄 哇 就杀你大师兄 是的 大师兄弄忙了吧 大师兄 其实这把来说 这好惨啊 每次打团就找你 就一个老牛 背他脸上 是 而且还买一从二 是 两个人一起站在这个 藍波的大招上面 大师兄这三次死 都是每次打团先死的 这时候大师兄就 应该已经开喷了 对 开喷巴尔法斯 你为什么不选一个塔姆 没有啊 当然是开个玩笑 就是这个老牛太 一个大招 好色 直接秒掉 精神还没有冷却完成 那这一波的话 下路二塔 应该是TSM要放掉了 对 这个大龙一举进攻 RNG 步步 攻陷 攻城略地 下路二塔 掉了以后 看一下RNG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这一波其实RNG 还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自己的两个C位 以及牛头都没有闪现 要比较惧怕比尔森的 一个捞人能力 是的 所以我觉得更稳妥的方式 还是拿两座二塔去拉开 一些经济的差距 还是要等闪现 记得老师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点 就是等闪现 法条怕什么 就怕闪现 这边一人 抓到 斯菲斯克人只好一脚踢走 终于徒步地走出了一个W区 是的 爆发不是很高 毕竟这个瞎子的出装还是 挺稳妥的 对 全肉的 是的 振奋又再加上一个蓝盾 马塔想从左边落 但踩到了一个陷阱 逼迫了一下对方的一个走位 中路二塔只能放掉 中路二塔顺利拿到 那这一波加上大龙的一个 就是本身的获取金钱 应该已经拉了大概四五千块的一个优势了 对 刚刚其实是经济平的一个情况下 哇 一条火龙 可以 对 而且感觉这个RNG天选之人 天选之人 天选之人 前面掉的龙 这一波有优势 直接拿一个火龙 那当然 就是WF的 又被秒了 哇 哇 这波打完 这波打完 感觉WF对这个老牛有阴影了 对 感觉下一把 再对到的时候 马塔的老牛不会放 强抓这个Hanser Hanser被恐惧到 但没有往外走 这个恐惧的位置 稍微就有点偏差 往外走的话 可能就有机会 老牛接控再给西威尔做一波输出 是 但这波我觉得不深追是正确的 因为毕竟凯南上有惊人 而且他刚才一个推推棒 推的一个位置也很安全 对 就是那个推推棒让马拉香果 原本是从后面顶回来的 变成是从正上方顶了吧 对 现在来说的话 RNG 这边的双C位的装备非常的好 对 都是四件套 就现在已经是一个 Uzi的一个强势期了 对 而且这把你看到Uzi多稳 讲道理 我们LPU有看过 Uzi玩西威尔出火炮的吗 我的印象中很少 并且他出火炮之前出了大雨魔刀 对 就是 就非常妥当 我不想要去进入 发展的一个大招 这边 卡大招 这边要直接抓比尔森 比尔森这个大招只有卷到一个 非常low的一个麻辣香果 Uzi的一个走位 用大招的一个跑速 完美地躲过了 比尔森想换的一个局面 感觉天生现在已经是大乱了 有点乱了 对 中路的一个防御塔 我说的是比尔森他倒下了 RNG这边正面直接走上来 CBS过来这边被扣 想要进来杀小虎 小虎被杀浪掉了 盲生一脚W 躲走 但是 Luper这边的一个大招 配合麻辣香果的一个伤害 把Hanser给孔出来了 孔出来了 麻辣也是直接闪前过去 还要强抓DW的 Luper也闪上去 这就是RNG 你家的高地 就是直接闪上来 杀你的一个双森 完全不讲道理 哇 我觉得这一波 我原本觉得 我有点怕麻辣香果进去 要被卖了 没有没有 而且小虎他有复活甲的吗 麦子也无可厚非 对 Mata又走过来 这波可以尝试一波 有一波的机会很好 只有一 剩下四秒钟 比尔森只有三秒钟 闪牙掉了 RNG 这一把可不可以拿下来 比尔森振出来 五十对面的先直接进 直接将进进 RNG顺利拿下 RPR首上 LPO开门后 恭喜RNG 恭喜 这两个物质 感谢观看